追溯豬肉的來源 農委會花了六年時間 建置追溯系統 以後民眾拿行動裝置 來掃描QR Code 就可以查到豬肉的來源 拿起行動裝置往豬肉攤上的 QR Code掃描 再輸入溯源碼 馬上就可以知道 攤商的豬肉是來自雲林的 哪一家牧場 農委會花了六年建置這套系統 特地找藝人陳美鳳來推廣 最重要的功能就是 萬一肉品有問題 可以找到養豬戶負責 衛福部表示 過去確實有攤商 無法交代肉品來源受罰 全面推廣這套系統 應該能減少肉品 來路不明的問題 農委主委曹啟宏表示 這能讓民眾 區隔本土跟進口肉品 但再次強調 不是為了開放 含萊克多巴胺 美國豬肉進口來做準備 目前國內有上萬灘豬肉攤 農委會追溯系統 先從六都開始推廣 約五千攤 目前並沒有罰則 但將來會公布六都績效 供各界檢視 農委會接下來也計畫 在傳統豬肉攤 補助裝設冷藏設備 提升肉品新鮮度 確保食品安全 記者們吳家寶台北報導